台灣的資本設備進口 已經連續5年是上揚了 其中這個半導體設備 扮演一個火車頭的角色 5年大增了 126.8% 要請教友明哥 半導體設備常可以受惠 會受惠 我覺得這張表的話 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看頭 就是說111年就是去年 2022年 2022年的時候 資本設備的金額是創新高 那半導體的金額也是創新高 那這件事情就很難理解 因為去年景氣這麼差 那照理來講的話 大家其實都在消庫存對不對 怎麼會有人還願意 把半導體的設備再進進來 所以很多人說 那是不是你高階的 因為要準備競賽 這個是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的話 很可能大家還是為了以後做準備 所以並不會看得很差 重點來了 重點是今年的前兩個月 機器設備整體來講是下滑的 跟去年同期相比 可是半導體都還在增加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 現在這個時間點 對半導體的一個看法 要開始慢慢的 就不要再受到以前消息的影響 開始要稍微比較正面 那這裡面跟半導體設備有關的 第一個的話 像6788的滑井電 當然還是承襲到 我們在開場的時候跟各位講 我們說有很多被動式的一個錢 比如說從金融股這個地方 存股主已經轉到半導體 那滑井電昨天就已經相對強 然後今天又直接攻漲停 那他的一個大股東是凡宣 各位都知道凡宣 就是基本的台積電概念股 就跟著台積電 去美國設廠的時候的一個受惠股 那以滑井電的一個狀況來講的話 去年賺10塊配8塊非常大方 然後以現在的股息殖利率來講的話 居然是可以到6個percent 非常的不錯 然後第三個的話 以凡宣跟滑井電 再加上其他的包含像漢糖等等 一起到美國這個已經是成定局 所以各位從他的一個 股價的結構來看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一個整理 即便這段時間在流行軍工 流行AI 流行生技 流行其他的 可是他就是以盤代點 然後之後在盤不好的時候 他就開始順勢開始往上攻 所以這個就代表有資金 歸位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再來看2388的一個光照 光照的這個公司就狀況很特殊 雖然是台積電供應鏈 但是他左右逢源 什麼意思就是當產能很緊的時候 台積電沒有辦法給產能 我可以去找聯電跟利基電要 當產能很鬆的時候 台積電不想做 因為我做的這些 比較成熟製程的話 我會影響毛利 那就丟給光照來做 所以這個事情就會造成 光照不管怎麼樣都會受賄 去年是賺3.37 配息2.5 限定殖利率不錯 也有接近快3個percent 最重要是他有60億的一個私募計畫 我們最近就一直在講一個重點 就是誰在這種景氣裡面 敢辦私募 或者是敢擴廠的 敢買廠房的 這個一定是對未來 是有一個期待的 所以我想這一家公司的話 準備從40奈米 32奈米到28奈米 那現在的一個股價 經過長時間的整理 很可能也是類似 像滑井店這樣的一個模式 兩個都有投信買 滑井店的投信持股是1.078 那光照的一個持股是高達9% 所以越到4%以上 甚至到9%的一個公司 越有可能在季底 會有作賬的可能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注的是 在現在大家會覺得萬物起漲 那麼接下來 央行在下個禮拜 今年第一季的禮金市會 有沒有可能會升息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了解 好